节目已经大结局但是克CP的我还没有克够 太喜欢巴拉拉能量组合了无脑上头不能自拔 可能有两个原因吧 一个是因为这大概就是自己所向往的爱情模式 被照顾被宠爱也能够从中找到最真实的自己 另一个原因实在是太喜欢罗拉和王能能的性格了 罗拉活泼开朗像个小太阳 王能能成熟稳重又不失童趣看他们在一起 比自己恋爱还要甜 王能能精心为罗拉准备生日会细节打动人心 不仅请了罗拉的朋友还叫了顺顺 两个人一起合唱了海边曾经合唱过的歌曲 生日蛋糕更是细节满满 罗拉曾在能能蛋糕上写了寿字 能能特意给罗拉加了寿陶不仅如此 上面有两个小人是一对老夫妇 说明能能想要一直走下去的决心 罗拉需要的安全感能能都可以给她 对于我这个CP粉头 请原谅我有时候无法客观的去看待 愿每个人都能找到那个陪你哭陪你笑 看着你在闹他在笑 陪你幼稚也能给你安全感的另一半